网路上流传,台湾10个产业将会是未来5年内最赚钱的工作 包括跨国房地产、二手汽机车、水电装修装潢业 还有身心灵产业等,都是未来大幅发展的产业之一 不过现在台湾面临缺工问题严重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今年9月来台的移工人数已经超过了80万元 粗估2028年将突破百万移工大馆 在房价物价上涨的时代找工作时 不少人会优先考量薪水酬劳 现在网路上流传,有10个产业将会是未来5年内最赚钱的工作 包括跨国房地产,不少台湾建商已经跨足海外市场相当庞大 还有群众物资产业,短时间内能充高业务量确保营收 而二手机车和二手汽车车商可赚取买卖、改装、维修、保养费用等都是获利来源 至于水电装搜装黄业,是基础民生产业订单量也不容小觑 因为大家对中古车的信任度会比以前比较高了 现在都比较透明化,这个市场是蛮大的 往常未来会赚钱的行业还包含洗冷气产业 目前洗一台冷气约1800元到3500元不等 营业额相当可观 另外还有成人产业、美业和八大产业以及身心灵产业等 对此人力银行专家这么看 房地产或者是二手汽车车的一个市场 以及水电工的一个工作都是缺工的情况下 这些起薪就是比较高的 心理咨询的相关的身心灵是蛮看好 不过国内缺工问题还是严重 根据劳动部统计,至20249月为止 来台移工人数超过80万人 较去年同期增加5万多人 是近7年来的最高 由于劳动部近期持续放宽移工入境 初过2028年将突破百万名移工打关 人力银行指出 政府未来势必要有配套措施 避免外籍移工和国人抢工作 反而衍生更多问题 建立母圈卢博聪台北报道